新手开车走高速 只需记住一句口诀就能保你一命 老司机常说走灰不走白 见黑停下来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先注意看这段视频 视频车正在正常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间左侧车辆一脚油门抄了过去 然后就是一头扎进了大坑里 简直不要太吓人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这里的黑 这个黑不是说不让你走夜路 而是说在路面行驶时 看到前方出现黑色区域时 一定要绕过去 或者选择停在安全区域内 至于为什么呢 想知道原因就需要有辆车 想买车预算不够 可以打开懂车第二手车板块 里面有好驾中心 搜索新衣车型 就能看到各种降价车员和购车补贴 还有现实补贴 品牌直降的功能 现在点击左下角就能了解 正常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路面都是混泥土或者是沥青路面 这种路面在夜晚时 无论是从哪个方向看过去 都会折射出较弱的反射光 在人们的眼中看到的颜色是灰色 所以说如果你在行驶的过程中 前方路面呈现出灰色 那就代表着路面平坦 可以正常行驶 如果你见到前方路面是黑色的 那就说明前方路面并不平坦 可能是坑坑洼洼 甚至是出现了坑洞 如果行驶在这种路面 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尤其是在一些乡村道路上 通常情况下 乡村路面上的路灯并不多 甚至有些地区没有路灯 这个时候车灯就是唯一的光源 所以开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至于为什么不走呆 原因也很简单 在夜晚开车时 因为灯光的原因 对人们的视线都会有一定影响 这种情况下 一旦发现前方路面呈白色 那就说明前方路况存在积水或者流 一旦车辆走在这种路面上 就会减少车胎的摩擦力 从而增加车辆发生侧滑的危险 所以说一般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 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 严禁疲劳驾驶 现在大家都明白这句 走灰不走白 见黑停下来 是什么意思了吗 一字一句都是老司机总结出来的经验 不仅可以极大减少意外的发生 更是为新手上路提供了保障 毕竟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最后慢迹建议大家 走在高速公路上 最好选择走在中间车道 这样的话出现突发情况 可以即使向两边变道 减少危险的降声 还有就是车技不是很好的朋友 尽量减少夜晚开车 咱们下期见